昨天这个国民党传出是说 会来离让一席招委 那因为他们没有打算是司法 那会不会希望说在国民党离让方面是司法委员会 还是目前有讨论到其他委员会了 招委选举的部分 我们真的充分的尊重中国国民党党团 他们党内民主的程序 针对招委这件事情 我们从头到今天 其实都不强求 从来就没有去求过 或者是说希望拿什么换什么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立场非常的一致 那也感谢不管李总招他们所示出来的善意 那至于说 接下来这个礼拜所要进行的招委选举 我们还是要尊重中国国民党 他们在各个委员会 是不是有推出人选 推出怎样的人选 那我们党团的成员会再进一步的讨论